在1月3日的CES上,Intel发布了第13代Intel酷热移动处理器,并推出了32款具有多种特性和功能的新处理器。 与此同时,Intel还发布了一款里程碑式的跨中端软件UNIZON。 它是目前真正可以打通Windows、Android、iOS三端的终极方案。 简而言之,UNIZON是一款软件,旨在将您的手机和电脑结合起来。 一旦配对,您就能在电脑上查看手机上的通知、相册。 您可以在设备之间拖放照片、文件,以无线方式传输它们。 您甚至可以在电脑上发送短信,或者使用电脑的麦克风和扬声器或耳机接听电话。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类似微软的Phone Link? 但与Phone Link的区别在于UNIZON除了兼容Android,同时还兼容于iOS。 这是Phone Link目前无法做到的。 不过,最大的区别在于,UNIZON利用多种无线连接,包括蓝牙、WiFi、5G,甚至是云连接。 当您的两个设备都连接到同一个网络,UNIZON将使用该网络来处理您的手机和电脑之间的通信。 但是,如果您在一家咖啡馆,您的笔记本电脑连接到店里的WiFi,而您的手机连接到移动网络, 那么UNIZON可以使用基于云的连接,使您的设备保持同步。 即使它们不使用同一个网络,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可以使用蓝牙进行点对点的通信。 与Microsoft Phone Link相比,UNIZON唯一的缺点是您一次只能配对一台电脑和一部智能手机。 尽管Intel声称UNIZON首先在红旗、惠普和联想的部分Intel第十二代EVO上可以使用。 但经过测试,UNIZON可以安装在任何电脑上,包括基于Qualcomm ARM的电脑。 UNIZON这一功能是否真的会比其他试图在电脑和移动设备之间架起桥梁的尝试效果更好? 还有待观察,但它可以成为帮助Intel与AMD竞争的又一利器。 也是体验之后,目前秒杀同类软件的必备之选。 如何使用UNIZON? 在Windows,建议使用Windows 11上下载安装并打开Intel UNIZON应用程序。 如何使用砧桥工程的话, 打开无线和蓝牙 按照屏幕指南安装手机应用程序并与配对手机 单击上图中的在此处获取手机应用按钮 系统将弹出一个对话框 使用手机浏览器扫描图中的二维码 打开手机的无线和蓝牙 接受条款和许可协议 为Unizen列出的手机权限进行授权 使用手机Unizen App扫描 Windows电脑的二维码 最后完成配对 上述所有操作完成之后 就可以在电脑上进行文件传输 发送短信以及拨打和接听电话 现在进行的是从电脑向手机传输文件测试 可以看到传输速度非常快 打开手机上的文件进行确认 在此处可以浏览和下载手机上的照片和视频 在消息选项可以查看和发送手机短信 上方填写手机号码 下面输入短信内容 最后点击发送即可 通话选项允许在电脑上拨打手机电话 通知选项则可以显示手机上的所有通知 像这样一款打通Windows、Android、iOS多平台的软件 目前还是全球首个 由Intel出品 必定是质量的保证 还在等什么? 赶紧抓紧时间下载吧